粉丝提问,为什么火力对决没有蟑螂车呢?以后会加入吗? 确实,现在的火力对决已经没有蟑螂车了,为什么光子会在火力对决删除它呢?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,蟑螂车用的人不多,你好不容易捡到一把信号枪,于是会用它召唤超级空头呢?还是蟑螂车呢? 将近大家想都不用想,肯定是超级空头,毕竟装备才是最实在的,载具反正买力图都是。 二,蟑螂车在火力对决太弱,蟑螂车在经典模式还可以,毕竟武器都是常规武器,其他载具也没有车载武器,可火力对决不同啊,现在的火力对决,载具都有车载武器,可蟑螂车却还是老版本,只是能开,被打毫无还手之力,速度还超级慢,这在火力对决就是活靶子,所以光子才没加入它,那么以后会加入吗? 小伙认为极有可能,因为在现实中蟑螂车就是有车载武器的,不仅有机枪还有导弹,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可以看到升级的蟑螂车,小伙伴们你们期待吗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!